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Emma 我是Antonio 我們是澳大第一屆中普商業法律的學生 我們第一年去了葡萄牙的Couimbra留學 Couimbra大學是讀法律很出名的一家學校 也有很久很久的歷史 我覺得能夠去到那裡讀一年書 體驗外地留學的生活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我們第一年主要是學葡萄牙的 我們在早上和下午就會讀一些葡萄牙的課程 而晚上我們都會讀一些法律的課程 比如我們法律學生去增進一些葡語的法律知識 要跟得上葡萄牙法律課程 我覺得應該要慢慢無力去跟 因為都是比較難的 尤其不是用中文學 尤其是法律是一個比較專業的知識 我相信要花多點時間 聽得多、看得多自然 對一件事能夠有更多認識 我們去尼斯本一個地方 其實真的好像澳門的新馬路建築 地磚都是用一些磚石去堆 所以第一眼去到葡國也有些好像澳門的感覺 尤其是葡國的巴士站 我覺得跟澳門那些基本上是一樣的 這本書是第一天上學法學院老師送的 就是關於法學院的歷史 而且我覺得這本書也有紀念價值 我帶了這些酒 這些酒其實是來自葡萄牙的一個非常有名的地方 叫Bordeaux 我簡直就是我會想起我和朋友去Bordeaux一起旅遊的一節 得到